那你现在也做了化疗 还做了人工血管 它其实很像一个扭扣 你就在那个身上 就别一个扭扣的概念 是 对 然后那天做人工血管的时候 医生也说 我的那个血管很好 也很健康 血流也很顺 然后但是它就会 因为会局部麻醉 然后它就会开始就拉扯 然后把血管要塞进去 干嘛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弄了很久 方便以后注射用的 因为为什么要做人工血管呢 因为化疗的药非常的 毒 简单讲就是比较毒一点 它会攻击你好的跟不好的细胞 没错 所以它如果化疗药 如果有外露 那是真的非常不OK的 所以它们其实是为了 保护我们原本的血管 跟身体的关系 要做一个人工血管 那当然很多人就是 之后好了一阵子以后 其实就是可以拿掉了 但是它其实就是一个印记 然后大家可以看 我脖子这边不是有黑一块吗 对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做人工血管的时候 他就说这几天都不能碰到水 贴那个胶布 结果我起了严重的过敏 我整个变红 到现在已经 你看已经两 12月28座人工血管 到现在 还是有一个三个月 对 因为我那时候 就发现怎么都不会好 红的严重的程度 很像烧伤那种感觉 那你没有贴那个防过敏的 一样 我的胶就是防过敏 没有用 皮肤科就是癌症专门的那个 皮肤科门诊就去看 他就说你这个是严重的皮肤诊 就给了我什么什么药膏 让我去擦 那你化疗已经打几次了 我这个礼拜要做第四次 那我这样子的形态的 我有打标靶药物跟化疗药物 其实化疗就是化学质量 它就是掉点滴 那你掉点滴进去之前 它会让你冲一些食盐水什么 所以你真正打的时间会 好几个小时 那你在那边其实有时候 就会发热发烫 但是一开始第一次的时候 我的医师跟我讲说 你要赶快去买夹发 他说打了很快就会掉 我说很快 很快是多快 他说真的很快 你要赶快去买 我每一次回诊 他一直催我去买夹发 然后我就说好 那其实我一直都 很不想面对这件事情 因为女生的头发感觉一旦消失了 你就会觉得自己很像一个咕噜 就很奇怪 所以我一直都很不想去面对 跟处理这件事情 直到我真的去装人工血管的时候 我就跟我老公说 走吧 我们去买夹发吧 然后我就看着 琳琅满墨的夹发戴在我头上 我都觉得自己很滑稽 很好笑 就觉得这是谁 他说好像不是我 我现在要面临的是一个 好像不是我的人生 我就把他当作我在演戏 你好像在过一个别人的人生 你感觉你就在演化疗的病人 对 你就这样子讲 好多了 真的 然后我就要显得 就是好像有点虚弱这样 我说不错 演得很好 安慰自己一下 好了 我就买了假发回去了 然后也做人工血管了 但是第一次打化疗的时候 真的非常不舒服 因为我第一次的药剂 的量是两倍 但是一回到家的那五天 每天便秘 父子胀到像五六个月般的大 重点是 你想吃东西吃不下 我的味觉变得好奇怪 我吃什么东西都是苦的 我吃肉也是苦的 我那天想说 那我都没有胃口 那我叫个汉堡来试试看好了 我只是想试味道 我原本是可以吃一个套餐的人 然后我那天叫了一个 小的即式汉堡 跟六块即块 我吃了两块我就吃不下 我用我沾那个糖醋酱 我只有吃到甜味 我没有吃到酸味 然后我吃那个起司汉堡 我一咬下去 我勉强我自己咬了五六口 吃不到一半 我就把它放旁边 它味蕾都改变了 完全改变 因为我吃的那块肉是苦的 你吃肉是苦的 你会吃得下去吗 完全不可能 我说算算 那我喝点水吧 我代谢我话聊 我总可以吧 你才喝了一杯水 你腹胀如牛 然后我想说 我现在排气 我要排气 然后打嗝 可是你知道我其实很 怕我自己排气的 因为我跟我先人 不太会在对方面前放屁 我时不时就要放屁 然后放完屁 又继续开始脏气 感觉那个气永远消不下去 痛苦的时候就想说 那我就把肚子里面的粪便 排出来吧 排不出来 每天看到马桶都是血 吃软便器都没用 我都吃了 都没用 一天我吃两次到三 没有用 然后我喝大量的水 脏气脏到你也喝不下太多 你就会逼自己一直灌 半夜更惨 你要睡对不对 老公已经睡到打呼了 你还在那边斜坐着 然后就 只能一直轻轻地喘气 因为你一喘就 气还是压到 你一直喘 想说 我现在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睡 好像是 一整夜就这样子 然后就到早上了 睡不着 吃不下 又脏气 然后你想去上厕所的时候 上不出来 就整桶都是血 还好我一开始没有掉头发 我是到15天才开始掉头发 而且前一天还给我一个赛 就是我眼睫毛先掉三根 掉了三根 现在三根掉了 然后我说 是不是快要开始掉了 要掉了 要掉了 是一个赛 要掉了 然后我还说 老公你看 我开始掉睫毛了 然后他也不明白什么意思 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 病人很敏感 然后开始出现就是 我只是摸一下头发 一把 是 一把 而且我其实已经剪短了 还一把 你就知道那多可怕 好 我想说 那不行 我要把我的枕头上面 铺一个毛巾 晚上睡觉 它就一直扎着我的头 然后我想说 这是什么生活 每天你就是 就是天不从人愿 一个礼拜以后才好一点 可是一个礼拜以后 发生什么事 满脸长了烂痘 那个烂痘是还有白头 加红肿的烂痘 然后我就很紧张 想说这怎么了 然后指甲开始断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指甲有这个 一条一条的横圈纹 就是它会 有一圈一圈的 然后我就知道说 其实我就是 很明显就是 后瘾身 对 然后 指甲每天断 然后你冷润也变很敏感 我变猫舌头 我喝一点点温水 我就好烫好烫 不行 我要喝温凉水 我连洗澡 想自己洗个碗 不行 为什么 因为你的那个热水 开到热的地方 就是跟体温差不多 比体温高一点点 洗澡的温度 你就会觉得好烫 我的手已经开始 像灼伤的那样红 打到第三次可怕的点是 我去打的时候 我整个手已经变蜡黄 我看了我自己身体 一天天变化 我就觉得 太痛苦了 我真的怎么会这样子 我就一直把护理师 抓来聊天 我就问他 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样 他就安慰我说 没有 其他人是这样 都一样 我就觉得 那公平多了 所以不是只有我这样想 我也经过跟你同样 所以你正在化疗的人 你不要紧张 我也是经历过 所以我怕他就觉得 其实为什么 上天要安排我得呢 他肯定知道我能承受 我可以安慰别人 他让我去安慰别人 你怎么样 用不同的心情 你用不愉快 不开心的心情 你也是过24小时 你换一个角度 你用一个很接受 正面的心 那也是过24小时 12岁开始生 然后现在34 刚好变高临产妇 从12岁到12岁 生六个 两年一个 生命是一种礼物 就是不是说有就有 对啊 我们就决定 就是婚后就没有避孕 就一直生 到个年期 看有几个就几个 是喔 所以如果你在他生完 还有第八个 你还是不会 可以 我会想要生他 他真心开心耶 你看他的表情 那你这样生下去 会生二十几个耶 不会啦 到四十五岁差不多 那因为我们 现在怀了 那这样才 小六之后 我觉得我们这一集 都问你就够了 真的 你今天领通告费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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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听 他讲故事 那你的老大没有觉得说 妈妈都没有时间雇我吗 对啊 不会啊 他们 其实我有很多时间雇他们 因为我们家自学 然后我都是全天陪着他们 你六个小孩 你还自学 对 我们自学 我可以跪拜一下 真的 太厉害了 因为我跟妳讲 他考量可能蛮多的 第一 他可能没办法送 太多小孩 你知道吗 六个要怎么送 九人进去上课 我会讲 我要请教一下 他们这样怎么睡 他们睡在同一间房间 但有 我们是用 两个大单人 因为他现在还小喔 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他们慢慢慢慢长到 到了国中 他要自己的空间 自己的一个 独立的一个房间 对 可能你们家有好几层啊 应该经济能力还行 我们好几层 然后我们之后也会 对 刚才都不浪费 你讲直话了 真的有好几层啊 他刚刚莫莫说 我们家有好几层 他真的好几层 刚才我们都住透天比较多 所以就有分层 对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规划 让哥哥他们男生自己住 然后女生自己住 我们小时候三个孩子 都是睡地上啊 真的啊 我们那个年代 都是睡大通窟 就地上被子铺一下 是水泥地嘛 眷村啊 眷村啊 因为只有一个房间 一房一村啊 对不对 他们很多层 而且拎到的故事 真的会气死很多人 像我第二胎不是很难生吗 是 第一胎也很难生 但他得多囊 然后现在怀孕 你知道吗 人家说 怀过一胎两胎的人 更容易怀胎 而且我知道 你们这一胎好像 还开了直播公布说 对 就是我生完小六之后 就月经都一直没有来 然后我就去看了医生 然后医生说是多囊 然后我就 因为我真的很想怀孕 我就拿了药吃 然后在九月的时候 我们就因为那个 结婚纪念日 我们就去过两人的小旅行 然后两个礼拜之后 就觉得头晕想吐 然后我就 就上网 就有分享 然后很多人就说 开直播 开直播 所以我就开直播燕运 就真的两条线 三四千人 所以你先生大你几岁 九岁 九岁 那还不 他还蛮厉害的 你还乃哥也要留下 乃哥 你不是说 男生没关系 不是 男生没关系 但我想还有这种性质啊 长辈们 都是乐见这个事情 他们都是看新闻 才知道我们怀孕的 他们在我怀第三胎的时候 拜托不要再怀孕了 但没想到第三胎就讲 你已经生六秒了 他们觉得我们很辛苦 他就觉得我一直怀孕 生小孩很辛苦 但我觉得说 我就跟他们说不会啊 而且其实小孩 都是我们自己在顾 没有麻烦他们 所以我们就是 你没有请得帮手吗 没有 没有保护 真的假的 你一个人也觉得 也不可能啊 一个人带 你是不是也想跟我 一个膜拜套 对 你知道我现在的孙子 你一个带六个 我们是六个带一个 你是不是觉得很伟大 太强了 最小几岁 除了你肚子这个 最小快一岁 你已经五个了 第六个怀在肚子里头 你怎么弄啊 对啊 你怀孕还会多少 会比方说 一些怀孕的一些症候群 孕妇啊 不舒服啊 那你这五个怎么带 我怀孕 我现在就是在害喜的阶段 但我觉得很忙的时候 好像没有什么时间害喜 就是因为我们家是自学 所以我们需要一直接送 出去上才艺班 我就还是 好辛苦 等一下妈妈 你先生应该很爱你 好伟大 对啊 一个礼拜三次啊 真的啊 一个礼拜三次 宣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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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讲的话 很多今天电竞 很多会吵架 你为什么三个礼拜才一次 你为什么 三个月一次 家里要够大小孩那么多 没有 因为我们都分房睡 对啊 所以他们最小的 他们有好几层 有好几层 有很多是专门 牧肌的情形 爸爸今天我们去四楼 现在牧群 我在二零一九年 那时候确诊很胃癌 那我有做了开刀 也八次的化疗 接下来就是要开始追踪 因为我们胃 有些时候会转移到 那个卵巢这边去 那在追踪的时候 就发现我的一侧卵巢 就肿大 那我的主治医师就 马上建议说 你要赶快去开刀 然后我就想 赶快去开刀 是要开什么刀 他说就是要把 卵巢跟子宫 就是全部摘掉 然后我当时就很害怕 可是还是听了 这个主治医师的话 就开始去找 妇产科医师 妇癌科的医师去看 因为这个肿瘤 他去看 看不出说 他到底是恶性 还是良性的 然后超音波也照不出来 然后看也看不出来 然后CT什么都 都完全没有办法 下一个定论 然后甚至我说 那开的话要怎么开呢 那有的人说 要开直的 这样子更安全 视野更宽 然后如果是恶性的话 可以把卵巢啦 子宫啦 输卵管啦 网膜啦 淋巴通通扩清 就是 这一圈都拿掉就对了 对 就是假如是恶性的话 然后 有一位医师 他是说开横的 就是把子宫跟卵巢 就是一并拿掉 这样子 就也干净 那后来呢 我就决定找到一位医师 因为这位医师呢 他是属于 他就 他就用单孔腹枪镜 进去先开一颗卵巢 出来之后化验 是恶性还是良性 再来处理 后面要开直的 横的 要割多少 分段处理就对 那我就问一下 我的主治医师 我的主治医师也觉得OK 你还有骨动脉瘤喔 不是 叫做库 库 伯伯 库肯伯 库肯伯 后来是卵巢拿掉 还是子宫那些都拿掉 我两个卵巢跟子宫 一并拿掉 然后拿掉之后呢 我听人家说拿掉之后 会进入更年期嘛 结果我没想到 他是马上进入更年期喔 我就是麻醉醒来之后啊 大概不久 我就开始觉得 心脏蹦蹦跳 我想说是我恐慌吗 然后再来就是开始冒汗 就是倒汗 燥热 然后失眠睡不着 我就想说 是不是我心理因素 还是情绪 对... 那我就问一下医生 我说医生我有这样的情况 这个是更年期现象吗 医生说 是的 我说才刚退麻药耶 他说对 因为你卵巢割掉之后 马上就是进入就是 就会有更年期现象 就是倒汗啊 然后心悸啊 干燥啊 然后就是各四个 多梦啊 睡不着啊 这些都有的 所以佩三你快要囉 不快要 对 年龄接近 不用手术一样会碰到 然后 然后我在这次的手术 就碰到了感染的问题 就是大概第二天第三天 我就觉得 我的那个尿尿的地方 不是太顺畅 好像第二天 我把尿管拔掉之后 我就觉得 还是觉得怪怪的 我就怀疑说 我是不是得了尿道炎 是不是有感染的问题 然后医生就把尿尿拿去检验 然后果然就是在里面 验到了有那个细菌 所以我是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吃抗生素 花了很久很久的时间 才把尿道炎弄好 可是就是刚好有这个尿道炎 让我在医院住了十几天 也还好我住了这十几天 所以都有护士来看纱布什么的 我也都没有去管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要抵寬 我不知道 女生尿道阴道跟肛门 因为其实真的都靠得很近 所以其实就是护理师 在放那个倒尿的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真的很容易会搞错 就是阴道跟那个尿道的部分 对 而且有些女生 如果她的那个处女膜还在 就是阴道口其实是很小的 有时候其实不一定会 真的看得清楚 跟得很清楚 对 所以会误会是蛮正常的一件事情 所以像我们之前在教住院医师 就是我们要那个做那个 子宫颈抹片的时候 因为打开嘛 那我们就是要看到 确定是阴道口的时候 我们再放鸭嘴进去 那因为像我们自己的学弟啊 就是在第一次练习的时候 因为放女生嘛 毕竟都会很紧张 那个女病人刚好也是第一次 要做抹片 刚会放错 对 所以那个时候就跟她说 先放轻松哦 屁股放轻松这样子 然后我们的学弟就也就是 这样慢慢的放进去 然后我们都有跟她讲说 就是我们要打开压唇 这个过程会很痛哦 那病人一听到之后 就觉得就很紧张 肌肉就开始夹了嘛 是 那它只要越夹 我们的压唇就会放得越深 那就要打得越开 所以它就又越用力 那就是整个肌肉就是阴道肌肉 又会紧缩 对 所以就会一直想要把 那个压唇给往外推 那所以我们就一来一往 一来一往一往一往 然后病人就大叫 说怎么会那么痛 这样子 我们就也觉得很尴尬 就只好跟学弟说 来来来 那你先后退来 就安抚一下病人 所以我觉得就是放错动 对在女生来讲真的是 女生的性器官这方面 真的是要很小心 男生的尿管好放 还是女生 有没有分别 还是都一样 理论上是女生 女生好放嘛 对不对 男生看你尿道多长 有的人很长 然后又有一个 摄护线那边有一个很大的转弯 三十度以上的话 常常受伤 要放那么深 要放到膀胱 穿过尿道一路到膀胱 那感觉好痛 所以很不舒服的 对 很远 感觉很痛 所以是不是放怨酒 越骄傲 因为路径比较远是不是 这个理论的话 尿道短的男生就好了 尿道短的男生 反而就比较幸福了 鼓励一下就好了 真的耶 因为我们自己有长辈 我们有父母亲 早期他们住院的时候 难免会碰到这种擦尿管 是不是 没有倒尿什么等等的 我一直不知道 好奇妙 怎么可以擦个尿管 擦到膀胱里面 然后让尿排出来 那很远 那我们又看到那个尿管 其实不细耶 对 真的不细耶 你看我们的尿道口 那么小耶 所以很痛啊 有用润滑的嘛 就像人家灌香肠 有没有 很细的那个 所以我们有麻醉的润滑剂 不会这么残忍的 那个老太太 她就是急救后 在急救室 人都昏迷了 就请护理师帮她擦尿管 怎么擦都擦不进去 她找学姐 学姐擦也擦不进去 学姐说那找医生帮忙 医生去擦了半天 也擦不进去 医生怀然一想一看看 她那边结构 因为她老太太很松弛 所以她那边位置 其实都不太对 而且她加上有个很厉害的 子宫脱垂 大家都把那个子宫紧 以为是尿道 有时候你没有 会掉到那么低啊 所以有时候 临床上确实她的多变样性 所以有时候 难免有时候 会有的时候不是那么顺利 对 我刚刚突然想到这个 不亦是讲到这个压嘴的这个 使用情况 压嘴正是叫这个 叫阴道扩张器 那之前有一个妇产科医师 她在帮一个妇女做一个 这个下体的一个小手术 那处是做做做做的过程 她本来就是 没有用到很大的压嘴 就是局部看看 就 冬天做了 有点小状况 病人也是清醒的 瓢瓢瓢病人就开始动 她也会急 所以她 可能要出血怎么样 所以就看不清楚了 所以她就马上请她的一个助手 快点快点 压嘴压嘴 然后旁边人就 因为那个 那个手术本来是不需要压嘴的 压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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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就一直在吹 医生快点快点 压嘴压嘴 所以有两个人就 跑到上面去 要我反应多快 乃哥听过吗 没有听过 我想 那个状况一定很好笑 病人是醒着的吗 她当时一定有叫 局部手术 她一定也有叫 这个医院很奇怪 很奇怪 对 大家我们现在讲一下很轻松 其实在医疗的现场的时候 很紧急的 一紧急的时候 这个 有时候会出一些状况 好笑的 现在有时候想起来会好笑的 因为很支撑的一个助手 或怎么样 大家可能很快就反应过来 那如果是一个很之前的 术前准备没有备这个器材 临时要要个器材的话 她就想到压嘴 就一直吹 我之前诊所有遇过一个 五岁的小男生 爸爸妈妈 一起把他带来诊所看病 因为他感冒了 妈妈就说 陈医师你也教教我们 这个 这个孩子好会流汗 到底我们要怎么帮他穿衣服 这穿衣服 其实我们小额科医师 就是正常回答 跟爸爸妈妈穿一样多就好 夏天一样多 冬天你怕他太冷 了不起就多穿一件 这样就好了 结果那小朋友就说 现在是夏天 那我晚上睡觉 可以不穿衣服咯 因为爸爸妈妈 睡觉都没穿衣服 我们现场的这样子讲了 刚刚在现场的气氛就 素筋就冷下来 爸爸就推了一下儿子的头 妈妈就装作没听到 那我其实是听到了 我也说那就算你没有穿衣服 也要盖被子 没有盖被子容易着凉 我就只能很正经地跟他讲 但是至少性教育这件事 我就觉得就是 你告诉他正常的事情 正常的名词 子宫 卵巢 性器官的名词 你就正常讲 你不要跟他说 你的石头蹦出来的 别人把你雕过来的 或者说什么隔壁谁 送出来给我们的 那到最后都会出问题 你就讲正常的名词 不用担心 有一次我们家老三 他那时候才刚升国中 那刚升国中的时候 可能就开始有一些 健康教育的东西 结果他就有一次 跟爸爸在客厅 就在聊天 聊着聊着他就跟爸爸说 爸爸我们最近上健康教育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他爸爸说什么问题 他说 爸爸 你会梦移吗 他都 驱惠很尴尬 驱惠很尴尬 驱惠想说 那是三十年前的事情 那是爸爸年轻的时候 那是爸爸年轻的时候 会发生的事情 然后就会很尴尬 他就会问 而且他就会说 爸爸那孟姨到底是什么 你就 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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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最小的就 比较鬼灵精怪 有时候我会拉着他自拍 然后他就看着我说 妈妈 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 我说 为什么你要问这种话 你当然是我亲生的 他说 不是啊 我的眼睛这么大 为什么你眼睛这么大 就会笑我的长相 我说 那你要不要看看你的腿 是谁把你的腿 伸得又直又长的 然后他就说 这样喔 确实是 他还跟我有机化 我儿子 就是两度确诊 然后为什么会发现 也是一个超惊悚的一个情况 就是他这边这个 下巴下面 腫了一个像乒乓球大 的淋巴 对 而且是越来越腫 然后他在腫的那个过程中 我们都觉得说 应该要看医生 应该要看医生 然后医生呢 一般诊所都没有去大医院 就给他开那个抗诊室 第一个礼拜开 第二个礼拜开 越开越重 然后再去医院的前两晚 他就发高烧 那我觉得那就真的要去大医院 好然后我们就进大医院 为了这一颗 然后准备开始检查 那他就说 医生建议说 那这个要怎么断层扫描 什么的 就要做那些检查 必须得PCR 那就做了 然后又没事 那我就跟我老公说 那你在这里等 我先去买中餐 然后走在路上想说 没什么事很开心 反正儿子要治好了 然后就等等简讯来了 张叉叉先生确诊 就我们都不知道 我儿子已经二度确诊 所以等于说他这一颗的 那两碗 发烧 应该是因为COVID 不是因为这个零发 因为确诊发炎 对 然后我就 从那个B1全家 买东西上去 七天再没看到他们两个 火树被隔离了 火树被隔离了 我都会傻眼 在哪里隔离 在一个医院 就把他关进隔离病房 我上去到原本病床 我说不好意思 我家人了 我说在那个隔离病房 那我可不可以拿东西给他 你给我 他就叫我回家 他说你不是还有个女儿吗 你就回家 你们两个分开会比较好 那他有三个月之内 因为我算是边缘 对 我跟你讲 就是这么刚好 我想说小孩子 其实没有买三个月的这种问题 那个林真益 他确诊一个多月 又中第二次 对对对对 对不对 那我说我还会解释到这个事情 对 对 那你可不可以不要伤他一罐 你不要讲后面 我要讲 那个为什么是这样 我们在家都不觉得他好试 然后因为学校也必须要快塞 他也都是阴性 后来那个护士就跟我说 因为他的CT值已经到35了 所以快塞是完全验不出来 所以原来你可能也是 因为这样 你的病毒量很低 很低 然后你已经没有传染力了 可是PCR验得到你还是有病毒的 所以我们家这次 我儿子二度确诊 其他三个人都没事 十八岁 我就开始长了很小颗很小颗的脂肪瘤 你知道吗 然后就哪里呢 手肘这个位置 他就长 我就想奇怪了 为什么长得这样 然后就一颗一颗 然后慢慢慢慢大 慢慢大 好像在养什么 养珍珠一样 有没有 就慢慢慢慢大 后来我曾经被长了一颗 像那个大概比鸡蛋再小一些大的 摸了会跑 咕嚕咕嚕咕嚕这样跑 还蛮好玩的 鸡蛋很大 对 就鸡蛋 大概三分之二大的鸡蛋 然后又这样长 就像沈玉琳那样捨不得哥 后来那医生看 就脂肪瘤他没问题 脂肪瘤你不用管他 后来总是不舒服 摸了突突的 后来就开掉了 开掉了 那里面就像那个 你看那个鸡 里面一层那个油 黄的那个油 一模一样 整个那个油 不然牵着一 拿了一颗 我放到家里面冰库 真的 做纪念 因为我老婆那时候 我是我女朋友 她在花航飞 她那时候出国 回来我就给她看 我说你看看 什么另一个情趣 那我现在手上还有蛮多的 小颗小颗的 所以医师 乃哥是不用哥没事 其实这样说 脂肪瘤它会 有时候是真的 是跟基因有关的体质 对 体质 那我先讲这样好了 就是说我自己的案例 原始是这样 跟乃哥有点像 她是一个四十多岁的 一个女生 那她来的时候 就直接跟我说 她想看腋下的这个状况 她就是腋下生起来的时候 里面大概有二三十颗 小小小小的 像脂肪颗粒的东西 那她因为穿无袖的时候 这边生起来 你看二三十颗小小蜜蜜的 她就会觉得很难看 就说你先不要急 我先帮她验一个抽血的一个状况 再帮她验的这个抽血的结果 就发现她有高血脂的一个状况 那一般病人有高血脂的状况 持续很久的时候 她其实也很容易在各个地方 沉积这种微小的脂肪颗粒 后来她吃药吃了大概半年 第一 前三个月她觉得有点感觉 但不是那么明显 但后来吃药吃了半年 降血脂的药 血脂都恢复正常之后 她这些比较凸起的科医 看起来就比较不明显 真的 比较小 这个人53岁 她老公56岁 那他们本来每个礼拜 大概有一次的性生活 那突然在去年 一年前开始 突然变成一个月一次 因为这个老公 是 她开始追踪 跟她基本上 公司回下班都很好 而且准时下班 根本都什么应酬也没有 她想说奇怪 跟老公说如果身体不好 我们去检查一下 因为她自己其实也蛮 也有需求 就觉得说老公这样万一身体不好 有状况怎么办 她老公说没有 可是她有发现她老公 晚餐后就会觉得说很累了 其实这个多年之后 我们都知道 这是更年期症候群的一部分 结果她很好笑的是说 她为什么找我 她居然为了这个事情 次数的问题 跑去公园 找一群那个早上 在做运动的那个老先生 老太太问说 她拿笔记本 她就是说 你一个一个做教材 你一个礼拜几次 对 你几岁 有些人把她当疯子 有些人把她当疯子 很努力 那结果找我的时候 她说我发现超过六十岁 就比我老公年纪还大的 相当大的比例 都不止一个月一次 是 而且最好笑的是她 她居然跟我说 那时候不是有一个节目 女人吗 她听过我的讲话 她说 你不是讲吗 这个党国大 吴志辉说的 血气方刚 切记连连 二十四五 不云天天 三十左右 要像数钱 就是 看你怎么数 是啊 要数两次 两个两张 还是五张五张 银行的人都算 五张五张 就比较 次数比较少一点 一般人 比较差就数两张 四十左右 教会见面 就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 坐一个礼拜 五十左右 如敬佛殿 每个月只有生两次 花财在望 相付房钱 相付房租 一个月只得一次 六十以后 好比耕田 耕田就糟糕了 一年只有春耕 世纪 对 像到屏東才有三更 三更 还好我们在北部 七十以后 就是 如同拜年 一年一年 八十左右 结甲归田 他又说 我也讲过一个公式 就是用九去乘你那个 二十岁就九二十八 就一周八次 九三二十七 三十岁就是 三个礼拜七次 四十 九四 三十六 三个礼拜六次 他怎么算 这两个公式算起来 我刚刚讲那一段话 跟这个公式算起来 他老公现在都不应该 以前都是比标准还好 是 现在都比标准还差 是不是有问题 真的是要命 更惨的是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也是个妇产科医师 是 我那时候很年轻 他比我更年轻 是住院医师 他儿子也被他烦死了 为什么你知道吗 他们两个吵到他儿子都知道了 为什么你知道吗 这个爸爸 因为那时候五十六岁 然后他跟他 他儿子问说 为什么你们老是吵得那么大声 我在外面都听见了 他跟他说 你妈要把我给超死 每天都要 结果他妈说 什么每天都要 而且一次是勉强的 是他应付他要求的 根本没有兴趣 压力太大了 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 跟他一起症候群 我后来那时候 我总而言说 要不是跟他一起症候群 可能就是慢性疲劳症候群 我觉得 我相信你老公可能是没事的 我既然这样叫我评评你 我觉得你还是请他 就带他去这个 泌尿科 加一科去看一看 评估 评估 我评一下 这样会比较好 就叫我一直评你 我实在没办法 没办法断这个家务事 刚刚那个口语 要背起来 比命理还要重要 二十岁 三十岁 比命理还重要 还重要 四十岁的时候 开始代谢症候群 他们就开始运动 可是他们一直在停留在 他们还是大学生的体能 所以就开始去做 比例打篮球 他就是硬是要跳 跳下来最后 脚就受伤 明明救不到的 可是他一直以为说 我大学救得到 可是你现在已经四十岁了 所以大家已经知道 人老就是要扶老 千万不要人老心不老 我就举一个非常有名的案例 那是我那时候 当肾脏科 总医师在急診室 那时候的一个案例 也就一个四十岁的一个上班族 那他有一点糖尿病 他微胖 他就买了一台脚踏车 准备要开始运动 刚好他有修一个长假 修两个礼拜 可是他还没有开始练脚踏车 刚买而已很帅而已 他的同事说 我们来热血一下 两个礼拜 我们来还台湾 还岛一周 骑脚踏车 可是那两个是比较年轻的 而且那两个是平常就有在骑脚踏车 他才刚买脚踏车 可是他想说 我也是曾经热血 所以他也要参加 他们从台南出发 那大概到了桃园的时候 他速度已经跟不上他们了 可是他觉得不能漏气 他还是硬 硬轻着 不久之后到桃园 脚就开始痠痛 那小便就出现一些 比较深的颜色 那他还是继续撑 撑到台北的时候 哇 酸到已经不行了 我们开始呕吐 然后就快要昏倒 就送到我们医院的急诊室 那去看小便都是那种 可乐颜色的小便 整个冒出来 这就是 肌肉已经溶解掉了 那里面有一个 肌球蛋白 就会跑到我们的血液 什么是肌球蛋白你知道 你去切那个五分熟的牛排 把它切开来看 有没有 你们原来是血水 其实不是 是肌肉里面的肌球蛋白 它就是红红的 它就整个就 因为肌肉溶解了 它就大量跑到我们的 那个血液当中 就跑到我们的小便 那这种肌球蛋白是年年丑丑的 它会把你的肾小管给毒死 它那个病人后来是急性肾損伤 后来那天洗肾洗了三天 后来才把他的命救回来 那当然你为了 我们讲运动是为了健康 但是你如果人老心不老 一直要逞强的话 这个真的是危险 常常会有一些运动伤害的伤害 所以人老还是要扶老 喜欢吃花生 因为台湾很多人喜欢吃花生 所以我今天要讲一个 头到背的故事 这个头到背 事实上是我的肝胆肠胃科 我的老师 他每次看诊 假设是早上八点看 他就会看到下午三四点 假设是晚上六点的门诊 那九点就结束 他看到晚上十二点一点 好认真喔 太认真的吧 对 这位老师呢 他意思是说 这些病人很多 从中南部上来看我 我们要认真给人家看 也是啊 可是他每次他看超过 譬如说到中午 他肚子饿了 他就会下午一点多的时候 他的跟着的护理师呢 就会拿一整盘的花生给他吃 结果他在五十四岁那一年 他忽然间觉得 我的右上腹怪怪的 他就自己做了超音波 就他一看吓了一跳 他肝脏 长了一个肿瘤 还不仅如此 那肿瘤破掉了 所以会觉得怪 对 他就觉得不太舒服 就当然是 最后去做检查 发觉还是肝癌 然后肝癌已经破裂出血 那他的故事 让我们很震惊 因为他本身就是肝癌科医师 然后后来是去探究 为什么 因为他本身有B型肝炎 他有B肝 他本身有B肝 那他呢 每天又只顾着看病人 他自己只有抽血 他忘了要做超音波 因为他抽血的时候 GOT GPT都正常 他就想可能没问题 他自己又想说 自己要做随时可以做 他就没有给自己做 结果等到不舒服的时候 已经 肿瘤这么大 而且破裂了 肝病事实上分成三大类 非常重要 一个叫做病毒性肝炎 也就是A肝 B肝 C肝 D肝 是 第二个叫做化学性 例如说喝酒 是 吃药 还有这个花生放太久有什么问题 黄穴毒素 对 那再来第三个叫做 就是脂肪肝这一类 那你这三种肝病 你只要只有一种还好 你只要两种的话 就加成上去 所以我们这位林医师 他就变成是 他有B型肝炎 再加上这个花生 黄穴毒素 加肿起来 所以造就 他很容易就得到肝肿炎 那我们看过很多研究报告 在北方 因为天气它很干冷 几乎咽起来都没有 但是我们这样 一般 12度 因为台湾湿热 对 所以当你把 花生一拆封 你没有吃完 一定要放在冰箱里 好险你都一拆封 整包吃完 就是很新鲜 很新鲜 趕快把花生收起来 以后我都不碰了 以后我都不碰了 而且我常常讲说 花生是长生果 我们一听这个 拼命吃 但是要新鲜 要新鲜 新鲜的 所以这个黄穴毒素 事实上是 我们在食品研究所 他们做过很多 花生采样来验 只要是在室温底下放的 几乎都有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并按下小铃铛 看我们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彩的内容 记得选旁边的影片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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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